DSE 2016 ICT Paper Online MC第十二题 这题只是问关于word processing的东西 但是correct percentage是比较意外地低一点 这里可能是涉及一些冷知识 但有些考生是没有在意 这里谭配就讲了一个rundown of music performance 将一些人名、instrument和时间用这样的形式显示出来 今天谭配就问我可否用tap stops,columns和table 去整这个rundown出来呢? 我们知道要这样对齐位 拍spacebar大发就肯定不行了 因为每一个字母的creditor的阔度都会有些不同 拍spacebar拍不到这样对齐这些 tap stops就可以了,按tap位 columns就将document斩开做几个直行 这个当然都可以的 关键可能就是第三个了 taple taple都可以做到把data拍得很齐整的 但taple通常会有个taple的border 有个框线的 但这里又好像没有框线 即是没有框线那还可不可以是一个taple呢? 事实上框线可以做到它是看不到的 invisible或者转做白色 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taple都是ok的,是可以的 只要你转了那个border的颜色 或者是如果看一个软件 没有给你turn off的border 如果可以的,一样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好了,这里我们看了一个示范 这里第一个是用tap stop去做的 你看到我这里按一下它是实际的 那它会按一个tap的位置 例如我delete一个tap 再拍tap,tab 那这些就可以对齐整的 譬如instrument 譬如pion,wildin wildin 对 fruit 你按tap就ok的 下面一个就是table来的 那这个table呢 其实我试一下它 你会看到一些隐藏的border line 或者table border 那其实可以开着它的 开着它呢 你可以转做黑色 那就可以看到table 只不过呢 你用table的时候 弄了一个这样的rundown之后呢 将那个border 譬如转回白色啦 或者这些软件 可以turn off它也可以 好,跟着呢 就是columns columns是这样setting 这里有一个columns 你看到上面的ruler 在简直那里呢 是show到这个是第二个columns 这个呢 是第三个columns 那setcolumns就在format那里 这里可以给你选 究竟你的document的layout 可以斩开做多少个columns呢 就是做到它好像newsletter 布置呢 等你看的时候呢 就舒服点的 不用由左手右 鎖个很长的距离 所以题的答案呢 最后就是1,2,3 D,4,Doc